當時身處北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員長曼妮 她在多倫多講過 學生、知識界和工人要求民主反對腐敗 是促使加快改革的外國行動 她也都講要堅決保護廣大青年的外國決定 同時也要堅定維護社會協助的穩定 就是她因為這個說法 外界當時期望曼妮可以以中國憲法上最高機關的代表 以法律推翻界業力 恢復自然的職務 但曼妮提早結束對外國訪問 五月二十五日的凌晨 回回上海 其後以身體不惜為由 留在上海醫治 並沒有回北京召開會議 去到五月二十七號 五月二十七號在香港的跑馬地 大家記不記得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在場每一位朋友都記得 只是真飲權 她可能不記得 在跑馬地馬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的籌盤活動 活動持續長達十二個小時 共籌得一千二百萬港元 入場觀眾人數估計也都近一百萬 五月二十八日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等首都高校的學生 從各自的校園出發 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 據統計 參加這一次遊行的科校超過三百所 人數最多時達五萬人左右 沿途呼喊 佳徐 佳言 罷免禮談 召開人大等口號 同日香港也都有一百萬人上街 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 五月三十號 中央美術學院標數系的二十多名師生 集體創作了高達七里的民主旅程標像 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北京 六月二日 被稱為天安門四季子的劉曉波 周堂 高森 何德健 宣布在天安門絕食七十二小時 呼籲學生和政府重新展開和平對話 提升機我離身的高等胖高等 收錢工 多萬分 發展這個機場 職位